准备一个娃头 全脸涂上定型翼 用保鲜膜包着调整一下头型 不需要调整的可以省略这一步 额头上的剪针疙瘩也可以按压一下 涂白乳胶 白乳胶快干了 所以兑了一点水 等待完全干透 我这里用的是MP10号线 比较粗 需要涂第二遍白乳胶 眼睛区域可以横着刷 刷的时候注意一下 不要把胶水堆积到鼻子周围 在眼贴上面刷一层薄薄的额式磨砂封层 注意一下 不要刷出气泡哦 照灯60秒 把眼睛剪下来 不要零距离剪 需要留0.3毫米左右 在头上笔划一下大小 将眼贴放入水中 静视一秒即可 调整好距离和高度非常重要 建议全脸涂一层薄薄的额式磨砂封层之后 再去贴眼贴 小红书之前的笔记里 有图片教程 这里有偷懒 没有图封层 如果发现眼贴大小不合适 取下来保存好 下次还可以用 贴的时候只需要贴眼头 眼尾先不贴 方便取下来调整 一定要仔细认真地确认眼睛位置哦 眼睛位置确认好之后 涂一层薄薄的额式磨砂封层 细节的部分用小刷子处理 封层烤干之后开始画眼睛啦 如果担心自己画不好的话 就画点简单的睫毛眼线就好了 先用肤色 甲油浇化第一遍 颜色是非常淡的 是需要多次叠化 照灯 烤干之后再画第二次 如果不小心画错了 就用甲油清洁片擦掉即可 开始第三次叠涂 接着往肤色下面涂一点棕色 橘色红色都可以 这里是用棕色和额式磨砂封层调和 稀释了一下棕色 烤干之后再用没有调过的棕色 加深一下 这里是用的橘色 中间部分用的是稀释后的橘色 用稀释后的棕色 换一点暗影 确定双眼皮的位置 画眼皮 用任何颜色都可以 我画的比较淡 所以用了一个肤色 哎 尾巴那里 小心翼翼的录视频 还是出镜框啦 尾巴处 用封层稀释一下 眼皮 我叠涂了两次 这里用的是带珠光的甲油胶 叠涂了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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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用的是橘色 薄涂 这样 眼皮就不会亮得那么夸张 下眼瞼也涂点珠光 这里整个眼珠都有涂珠光 不过我觉得只需要涂下面亮的部分就可以了 就涂这么多就好了 不过右眼已经涂了 所以左眼也跟着全部涂完好了 如果不会画睫毛 就这样简单的画一点就可以了 眼睛鼻子嘴巴所有的面妆搞完之后 涂一次全脸磨砂封层 封层涂完以后 眼睛是比较暗的 可以在眼球部分 涂一点刚化封层 我自己不是很喜欢涂刚化 因为不太喜欢眼睛反光 但是有考虑到眼球部分涂了珠光 所以还是涂刚化封层会更好看一点 也可以把眼皮 上睫毛 下眼瞼都涂上刚化 鼻头嘴巴也可以涂上刚化 最后涂上腮红 这种涂腮红的方法 如果经常摸 去擦 是会慢慢脱落的哦 视频你用的是低款眼贴 眼型好看 但颜色不是属于百搭款 可以自己覆盖它原有的颜色 画其他颜色的眼球 在眼睛的颜色的颜色 感谢观看